从事茶产业近40年的入股茶农曾达坤 今年获得洞顶老茶特等茶王奖的苏隆 而这次比赛的茶种是存放近35年的洞顶乌隆老茶 其茶汤色呈现清澈的琥珀色 曾达坤表示老茶不能应用备火的技术来保存 需要时间让它自然的转换 才是珍贵的老茶 大家会认知啦 其实如果这种菜改良厂 把我们的基督讲出来的老茶是 你如果炮起来说很黑的那 那就是库用灰坯的那是四层的老茶 那不是 大家常常专家研究说 我们老茶就是你要放多久 你不是说只不是坯 要时间自然的转换 那种才能放起来才是真贵的老茶 县议员吴瑞芳表示 这次洞顶合作社举办的洞顶老茶比赛 共有一百多件的老茶参与禁忌 茶农曾达坤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老茶网的奖项实在不简单 除了线上祝福之外 也希望有更多的茶农将存放的老茶拿出来禁忌 我们六国当令合作社 最近用我们东顶乌龙茶的老茶 统统是帝龙有百多伙伴来参与这个比赛 他在百多伙伴中间的脱颖而出 已经到第一名 议长和胜丰肯定茶农曾达坤的用心 也感谢洞顶合作社提供这个竞技观摩的舞台 让台湾的茶产业技术 透过交流竞技不断的精进 也期盼未来台湾洞顶乌龙茶的好味道 能够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邱文瑞入股香采访报道